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在上班的途中救了一位心脏病复发的老人 老人的家属重金酬谢 她谢绝了 没想到几天过后 老人的孙子竟然登门 执意要娶她为妻 她吓得差点跪下 这是她家祖坟冒清烟了吗 她反对有用吗 事实证明 没用 提亲当天 关承玉带着许多礼物 他们家任何一个包括亲戚在内一个都没有落下 她的养父养母更是乐得合不上嘴 见面就和邻居说 她女儿有出息了 要当阔太太了 秦家瑶一脸黑线 心里有些不舒服 没想到养父母为了钱真的将她嫁给一次面都没见过的男人 事实 他想错了 在她结婚前一晚 母女两人躺在床上 聊着提几话 瑶瑶 当年在医院里捡到你的时候 你还是个婴儿 身上裹着一件上等的小红被子 显得格外小巧玲珑 你脖子上挂着一枚精美的玉坠 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我和你爸报过警 发布寻人启示 通过亲戚朋友 寻找你的亲生父母 但是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任何音讯 妈和你爸推测 你应该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秦家瑶靠在母亲身旁 紧紧搂住她的胳膊 惊讶地问道 妈 你是说让我嫁进关家 是想让我通过他们的人脉 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嗯 妈希望你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他们给了你生命 妈 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你的一家团圆 秦母缓缓道 妈 秦家瑶衣瞬间眼睛有些湿润 你就帮妈完成心愿吧 关城域的爷爷很喜欢你 你嫁过去也不会受委屈的 秦母眼神柔和看着她 眼前的女孩是她一手养大的 她乖巧可爱 有点小任性 她的到来给家里带来了欢乐 她已经参与了她前半生的生活 已经知足了 作为一个女人 一个母亲 她始终认为 秦家瑶不是被遗弃的 而是被弄丢或者被人贩子拐了 她的亲生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丢了该有多绝望 一想到这她的心很痛 妈 我不要找 你和爸就是我的亲生父母 秦家瑶闷闷说道 她的内心其实也是想找 但是她知道一旦找到亲生父母 她就会失去养父母 她真的舍不得 傻孩子 秦母仅仅将女儿搂在怀里 过了今天 他们母女在一起的机会很少 她一手养大的孩子将成为人妻了 官家将这次婚礼办得非常盛大 没有因为普通家庭而怠慢他们 秦家瑶嫁进来之前已经做好充足准备 不是挂名的官太太 就是名义上的夫妻 没想到当天晚上 官成玉竟然要和她动访 她着实被吓找了 官成玉将她压在身上 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然后缓缓地开口 我花了那么多钱娶回来的妻子 哪有不碰的道理 你 你 难道是种马吗 是个女人就要胖 她推不开她 只能用语言抵挡着她犯禁 对于她的话 她非常不认同 眉头紧紧锁住 一双黑眸凝湿了半上 秦家瑶 你今晚逃不掉 她语气肯定说道 紧接着 传来她杀猪般的叫声 秦家瑶脸色惨白 疼痛地让她直皱眉 在内心里诅咒着官成玉 从此刻后 她成了她有名有实的妻子 其实 官成玉不是中玉的人 那天一过 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秦家瑶是这样认为的 后来 她从管家的嘴里听说 她出差了 这天 秦家瑶接到好闺妮莫念念的电话 她要来看看她这个豪门阔太太 秦家瑶无语地翻了个白眼 下午 莫念念从出租车上下来 看到眼前这座豪华别墅 不禁目瞪口呆 鼻梁上的眼睛差一点摔下来 跟在管家的身后 她宛如刘姥姥进大官员一般的惶恐和激动 秦家瑶已经在门口等候 两人见面后热情拥抱 官太太 吉祥啊 她开心地说道 接着 两人一起开怀大笑 进入别墅后 管家送上茶点和水果 莫念念毫不客气地拿起葡萄 品尝了她的甜美 这水果真是好吃啊 有钱人家的水果果然与我们普通人家的不同 秦家瑶瞪了她一眼 你上瘾了是吧 莫念念黑黑笑了起来 她拿出采访用的设备 一脸认真地问道 秦小姐 作为新近豪门太太 你有什么想法呢 秦小姐微笑着看了一眼 我衷心感谢我的老公 她在众多优秀女性中 凭借敏锐的眼光选择了我 作为一位新近豪门太太 除了吃喝玩乐 那就是牢牢看住老公兜里的钱 防止外面小三小四小五找上门 她越说越离谱 文言 莫念念捧腹大笑 秦家瑶 瞧你那点出息 两人笑作一团 此时 两人谁都没有听见 别墅外面有车辆停了下来 凝晨立刻下车 拉开后座车门 关成玉从车上走下来 她穿着一身银灰色的西装 白色的衬衫 打着灰色的领带 残阳西斜 将她挺拔的身影 拉得齐长 你先回去吧 有事明天公司再谈 她吩咐道 是 总裁 关成玉朝着别墅里走去 刚到门口 管家已经迎了出来 她疲倦地将外套拖到她手上 只问 太太呢 管家恭恭敬敬地跟在她身后 回道 太太的一位朋友来了 正在客厅里聊着天 嗯 她迈着步子往里面走 两个女人的笑闹声传来 紧接着听到秦家瑶的声 我衷心感谢我的老公 管家听到秦家瑶的话后 大惊失色 小心翼翼地将视线落在关成玉身上 她谋色欲发的陈玉 目光落在沙发上 那个越说越起劲的女人身上 先生 太太的朋友 叫莫念念 她是一名记者 关成玉神色冰冷 嗯 她点了点头 缓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客厅这边的两个女人 毫无发觉 别墅的男主人已经回来了 这时 莫念念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了 她看了一眼 马上接起 主编 主编啊 你放过我吧 我怎么能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莫念念小脸怂拉下来 好吧 放下电话后 莫念念一下子捏了下来 念念怎么了 秦佳瑶伸手推了她一下 我们主编让我采访一个大人物 我怎么可能采访得到 她从来不接受采访 她哀怨道 谁呀 我能帮上你吗 看着好友一脸为难的样子 秦佳瑶没有多想 就脱口而出 莫念念眼前一亮 立刻回道 当然 瑶瑶你当然能帮上了 谁 她一正 你老公 呃 她能说她有两个月都没有见过自己的老公吗 瑶瑶 你就帮帮我吧 莫念念揽住她的肩膀 央求道 与此同时 管家走了进来 恭敬问道 太太 晚饭好了 可以开饭吗 可以 好的 我去楼上请先生下来 管家说道 秦佳瑶一愣 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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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玉回来了 先生回来了 什么时候 我怎么不知道 他惊讶地问道 十几分钟前 忽然 楼上传来脚步声 秦佳瑶抬头望过去 官成玉穿着一条黑色的紧身裤 上面一件酱紫色的衬衫 云口松散着 她系着袖口处的扣子 缓步地从楼梯上走下来 这一刻 在秦佳瑶的眼里 该死的迷人 一想到这个男人是她的老公 她就分外感慨 忠叔 开饭吧 她声音如大提琴般的动听 是 先生 莫念念一把托过秦佳瑶 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你老公的气场好强大呀 秦佳瑶转过头愣了一下 瑶瑶 我先走了 你不留下吃饭吗 我这平民 怎么敢登皇家的饭桌 她摇摇头说道 如果只和秦佳瑶一起吃饭还可以 要是她老公在场 估计她连筷子都不知道怎么拿的 秦佳瑶给了她一记白眼 什么皇家 什么家都得吃饭 别了 我怕我张不开嘴 莫念念拒绝道 秦佳瑶眼睛眨了眨 然后问道 你想不想你的采访了 想 当然想 不过采访和吃饭是两码事 莫念念眼前一亮 随后暗淡下去 什么两码事 秦佳瑶不赞成她的说话 瑶瑶 你吹个枕边风 比我在你家吃饭要事半功倍 两个女人嘀嘀咕咕地说着话 却没有注意到 她们讨论的人已经走到她们面前了 嗯 官先生好 莫念念忙 站开一抹笑容 打着招呼 你好 官成欲微点了下头 随后她的视线落在秦佳瑶身上 牵起她的手 吃饭 哦 莫念念站在原地 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就在这时 管家走了过来 莫小姐 请 哦 好 她只得硬着头皮走向餐厅 官成欲坐在主位上 一旁坐着秦佳瑶 而莫念念挨着她坐下 餐桌上有些沉默 莫念念偷偷打量了两人 看着她们认真地吃着饭 顿了下 低头继续吃着碗里的饭 秦佳瑶其实也不喜欢这个的氛围 她喜欢吃饭的时候 一家人在一起聊聊天 可自从她嫁进官家 发现她们家人在吃饭的时候都不说话 她好几次动了动嘴唇 想找点话题聊聊 在对上官成欲淡漠的神色后 又将话吞了回去 吃过饭后 莫念念挤挤地离开 这样的氛围 她真的受不了 你不忙 秦佳瑶见官成欲没有上楼 疑惑地问道 官成欲微微扯了下嘴角 忙 哦 那你去忙吧 她眉头微醋着 眼微眉 没再说什么 朝着楼走去 秦佳瑶松了口气 在楼下客厅坐下 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随意地选着台 楼上 书房里 官成欲靠在椅背上 眼前浮现出那枚欲坠 她伸手拿过手机 按下了一串数字 我让你查的是怎么样了 官大总裁 二十几年前的事 哪有那么容易查 那端人哀嚎到 官成欲敏得纯 繁心地揉了揉眉头 非洲那边新项目 你去负责 不要啊 总裁 一周 一周时间 保证完成任务 官成欲冷笑一声 直接挂断电话 她静坐着 眼前浮现出一个漂亮的小女婴 成欲啊 你可抱稳了 这可是你媳妇 一位年轻的女人 托着她的手 将她和小女婴一起揽在身前 小小的官成欲 紧紧抱着小女婴 对着女人说道 妈妈 她叫什么名字 你罗叔叔还没有取名字 要不成欲你给取个小名吧 女人一脸笑一说道 妈妈 她好小 叫她喃喃吧 喃喃 喃喃 好名字 一个浑厚有力的声音传来 罗叔叔 乖 罗锦成揉了揉她的小脑袋 锦成 小玉怎么样了 没有什么大事了 等她出院 我们一家三口就去国外 罗锦成说道 小玉遇到你 可真幸福 为了她 你可以放弃家族的继承权 罗锦成笑笑 眼神柔和地看着小女婴 对了 我儿媳妇被你们带走了 长大了 一定要带回来呀 我家成欲可不想打一辈子光棍 女人笑着说道 林月 孩子这么小 长大了谁知道 两人有没有那个缘分呢 罗锦成一脸无奈道 我是认定了 小楠楠当我儿媳妇了 生世啊成欲 女人逗弄着小女婴说道 小成欲皱着小眉毛 思索了片刻 望向罗锦成 然后说道 叔叔 可不可以不带南南妹妹离开 林月听着自己家儿子的话 大笑出来 后者更是一脸的无奈 最后 罗锦成妥协 抱起小女婴 对着小成欲说道 叔叔 答应你 二十年后 叔叔带她回来 好爷 小成欲脸上 带着小小的激动 来来来 这个送给南南 是我们官家下的聘礼 林月 将早已经准备好的玉坠 带在了小女婴的脖子上 林月 你是不是早就想好 将我女儿拐去你家 罗锦成瞪着她 谁让我家老官命不长久 要是有他在 我也生一个女儿去 官成欲忽然间 有些烦躁地站起来 拿起桌上的烟 点燃 朝着阳台走去 秦家瑶 秦家瑶 喃喃 喃喃 他们是不是同一个人 不知过了多久 书房里烟雾缭绕 他将手里的烟掐灭 然后推开书房的门 走了出去 卧室内 漆黑一片 官成欲正了下 转身走出来 朝着楼下走去 刚到楼下 管家正好走过来 先生 太太睡着了 是否要叫醒 许 管家的话 被官成欲阻止 他的目光落在秦家瑶身上 原来烦乱的心情 瞬间了有释放 眼神也变得柔软 官成欲 幻步走过去 将沙发上躺着的女人 一抱而起 动作温柔 他垂目看了他一眼 抬起头对着管家说道 去休息吧 是 先生 官成欲抱着秦家瑶往楼上走 直接将他抱到了卧室 轻轻地放在大床上 触及到柔软的床后 他舒服得音一声 他不自觉地 嘴角带着一抹笑 秦家瑶迷迷糊糊 听到有脚步声靠近 他艰难地半睁开眼 随后 感觉到床冻了下 鼻尖传来一股清新的沐浴露味 很好闻 下一秒 整个身体背之有力的大手 揽进有些微凉的怀里 随后耳边传来轻轻的声音 睡吧 半个月后 床头柜上的铃声响起 大床上的女人皱了下眉头 不情愿地伸手将手机拿起 按了接听键 你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您稍后再拨 秦家瑶 你给老娘起来 电话里传来默念念的声音 他惊愣了三秒 忙从床上爬起 对着电话里的人说道 念念 观成欲出差了 我这枕边风还没吹呢 秦家瑶 你一天能能长点心 老公都要被人拐跑了 你还在那睡懒觉 他咬牙切齿道 瞎说 你现在打开电视机 看看你那个富豪老公在干什么 默念念说完后 就挂断电话 秦家瑶巴拉巴拉自己的头发 让自己清醒一下 然后跳下床 冲出卧室 管家见到风风火火的太太 吓了一跳 以为出了什么事 忙营上去 太太 发生什么事了 啊 没事 你忙你的 他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 打开电视 播到了国际台 最陷入目的是观成欲 他身边站着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某个集团的千金 女人挽着她的手臂 面对镜头 微笑从容 秦家瑶顿了下 不知道为什么胸口闷闷的 他躺在沙发上 认认真真将新闻看完 太太就是一个普通的采访 管家迟疑一下说道 他们是不是很般配 管家抿着嘴 为回答 你去忙吧 我一个人待会儿 秦家瑶摆了摆手 他在沙发上翻来覆去 内心感受复杂 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心里想着 难道我爱上了观成欲吗 不可能 我不会轻易地付出真心 秦家瑶尝试冷静下来 他闭上眼睛 深呼吸几次 忽然 沙发上的手机屏幕亮起 他伸手拿过 上面是默念念发过来的一段文字 瑶瑶 你一定要守护好你的婚姻 外面的诱惑太多 别到了哪一天 你被一脚踢出来 赔了身 失了心 接着 又一条短信发过来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 你们离婚了 你也要分他一半的财产 秦家瑶一愣 离婚两个字 迅速在他脑中闪过 而他转念一想 不能离婚 他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念念 谢谢你 他快速地回复过去 晚上 夜已经深了 偌大的卧室里 只有秦家瑶一个人 他脑中闪现出无数个想法 但是又觉得行不通 他起身 打开闭灯 伸手拿过手机 浏览着网页 忽然一则信息进入他的视线 他认真地阅读着 看完之后 他嘴角微微上扬 两天后 傍晚 秦家瑶在卧室里看着书 忽听到外面有车鸣声 他站起身 走向落地窗前 朝外看了一眼 只见一辆黑车 游远极近地开了过来 车在别墅门口停下 紧接着凝晨下车 拉开后座门 关承玉的身影出现 这时 管家从别墅里走出来 身后还跟着一道歉影 先生 您回来了 管家恭敬说道 嗯 关承玉缓步地朝别墅走来 将外套习惯性地放在管家的手里 可是他刚递出去 就被一个陌生的女人接了过去 他看了一眼女人 然后将视线落在管家身上 怎么回事 先生 这是太太请的女佣 叫兰玲 嗯 他点了点头 但还是将衣服递给了管家 与此同时 兰玲开口说道 先生 我是您贴身女佣 关承玉顿了下 看过去 反问道 贴身女佣 是 太太是这么告诉我的 兰玲双手在腹部交叠 恭敬地说道 太太呢 太太在楼上 管家回道 忽然 关承玉抬头 望向别墅的二楼 秦家摇下意识地躲在窗户后面 站在一旁的管家 擦了擦额头的冷汗 悄然偷看了眼关承玉 见她脸色如常 她才稍稍放下心来 昨天 太太突然间让她去找一位女佣 特别强调 要形象好 气质假 会撩人 会发嗲 她当时愣住 这是女佣 难道不是会所里的公主 太太已经发话了 她只能照着做 半个小时后 管家敲响了卧室的门 太太 先生让您下楼吃饭 哦 就来 到餐厅的时候 关承玉已经坐在主位上了 而她旁边 竟然是那个叫兰玲的女人 秦家摇愣了下 走到另一边坐下 关承玉用餐的时候 动作极其优雅 她没有抬头 也没有搭理她 秦家摇拿起筷子 认真的吃着 忽然 坐在关承玉身边的兰玲开口 先生 您喝汤 这是灵儿亲手做的 秦家摇按叫不好 关承玉最讨厌餐桌上有人说话 她刚要开口打人场 谁料到 她竟然亲口喝下兰玲送到嘴边的汤 她惊讶住 眼睛一直盯着她 似乎她的眼神过于强烈 关承玉抬眸瞟了她一眼 并未说话 先生 这个鱼很好吃 您来尝尝 兰玲加了一块鱼肉 放在她面前的碟子里 关承玉看了她一眼 淡淡地说道 你也吃 兰玲一脸娇羞 吃了一小口 忽然间 秦家摇胃口全无 草草地吃了几口 离开了餐厅 她却忽略了关承玉投过来的目光 上楼之后 她直接进入了浴室 在浴室里折腾了很长时间才出来 房间的门被人敲响 她走过去 直接拉开门 太太 先生让您过去煮咖啡 管家站在门口说道 煮咖啡 秦家摇愣了下 楼下那么多佣人 干嘛用她煮咖啡 是 先生让您过去 她换了身衣服 随着管家下楼 进了厨房煮咖啡 一会儿 她端着煮好的咖啡 和管家递给她的点心 走进了休闲室 门才推开 就听到里面娇羞地笑 先生 你好包 蓝小姐 发挥得很好 先生 你叫我铃儿吧 关承玉淡淡一笑 秦家摇心里有些堵得慌 她深吸了一口气 端着东西走了进去 重重地将咖啡和点心 放在桌子上 力量之大 咖啡溅到了两人的衣服上 呀 抱歉 我是粗人 干活没个轻重 秦家摇脸上带着淡笑 关承玉抬目 见到是她 毛子深了些 太太 蓝铃一下子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继续 秦家摇灿灿说道 蓝铃咬着唇 瞟了眼关承玉 灵儿 想吃坚果了 夫人 你就留下来包皮吧 关承玉示意蓝铃坐下 然后对着秦家摇说道 闻言 秦家摇给了她翻了个白眼 搞什么 明明是她找来的人 照顾关承玉 怎么现在成了 她伺候他们两人 她叹了口气 总比她在外面找女人强 在她没有达到目的前 绝对不能让她在外找女人 包就包 不是没包过 她赌气蹲在桌旁 拿起坚果包着 乒乒乓乓的声音 让关承玉直皱眉 不多时 她包了一小盘 在两人没注意的情况下 偷偷往自己的嘴里扔了一个 嗯 好吃 啊 包皮气不小心将她的手夹住 她痛得轻呼出声 立马扔下包皮气 用嘴吹着受伤的地方 关承玉动作一顿 稍一掀木 就看到她痛苦的样子 她眸色一沉 放下手中的棋子 越过桌子 将她拽了起来 手受伤了 她面无表情地将她的手直接拉了过去 碰到她的手间时 秦家瑶惊呼一声 真笨 还不是你 让我包皮 她嘟囔道 关承玉微眯了眯眼 突然间说了一句 你先出去 秦家瑶将手从她的手里解救出来 正要退出去时 却又听到她的声音 谁让你出去了 她脸色沉了下来 转头对着兰玲说道 你出去 找管家将你的工资结了 明天不用再来了 还没等兰玲回话 秦家瑶却抢先说道 不行 她说我好不容易找来的女佣 好不容易 关承玉目光如巨望着她 嗯 你看形象好 气着家 还没等她说完 关承玉打断她 你这是找女佣 还是找情人 嗯 莫非 夫人有如此疲好 她凑近她耳边 轻声说道 什么 Less 秦家瑶一时间猛在那里 关承玉冷冷地扫过蓝领 她吓得打了个寒颤 忙退了出去 秦家瑶纠结了两久 有些不情愿地问道 Less什么意思 关承玉望着她的表情 忽而唇角扬起一抹笑 就是 啊 关承玉 一个禽兽 啪一声 清脆声响起 猝不及防 关承玉的脸 被打得偏到一边去 关承玉惊恶住 秦家瑶整个人将在原地 哈 她怎么会如此激动 下一秒 秦家瑶随即感觉 腰侧缠上一只手臂 然后整个人向不远处的沙发倒去 嗯 关承玉吻得强势 秦家瑶推着她 忽然眼前一闪 她一只手抓住她脖子上的玉坠 眼睛瞪得大大的 怎么了 关承玉放开她 你怎么会有和我一样的玉坠 你不知道 她一脸的疑惑 我知道什么 关承玉翻身坐起 将她拉了起来 我以为你知道呢 我应该知道吗 那你为什么要嫁给我 她滴滴问道 不是你逼我嫁给你的吗 关承玉拧了你眉毛 今天寓意何为 秦家瑶垂下头 有些心虚说道 就是给你找个专职女佣 照顾你的饮食起居 关承玉神色沉了些 薄唇绷紧 秦家瑶 我们的婚姻是父母定下来的 不是你想离开就离开的 笑话 我父母都没有见过你们 怎么会和你父母定下我们的婚约 秦家瑶瞪着她 你的亲生父母 她如是说道 你知道我的亲生父母 她震惊道 嗯 他们是谁 关承玉给了她一个高深莫测的眼神 转身离开 秦家瑶眼睛瞪得圆圆的 这次怎么拽上了 卧室里 秦家瑶躺在床上 耳朵一直听着浴室的声音 直到流水声停止 没多久 关承玉从里面走来 紧接着她掀开被子 躺在秦家瑶身边 她抬头 悄悄地瞟了她一眼 见她闭着眼睛 腿动了动 一点点移到她 关承玉一把抓住她的腿 拍了拍她的臂部 睡觉 秦家瑶 两酒后 她又开始移动 下一秒 她整个人被关承玉拽了过去 她睁开眼睛 问道 不困 困 还不睡 那你告诉我 我的亲生父母是谁 半嗓 没有传来她的声音 她抬头 发现她又闭上了眼睛 秦家瑶 欢迎先生回家 美女们分别站在两侧 一口同声道 他们是谁 关承玉阴沉的好似 随时都会有暴风雨来袭 管家额头冒着冷汗 开口道 这些是太太给您雇佣的贴身女佣 站在关承玉身后的凝尘亮枪下 这太太的胆子也太大了 太太呢 神色依旧冰冷 楼上 把人给我扔出去 说完后 便沉着不乏 朝楼上走去 下一秒 传来女人的尖叫声 而她们还真被保镖给拖了出去 二楼的书房里 秦家瑶弯着腰 正在找着什么 书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她吓了一跳 关承玉双手插在口袋里 站在门边 凝视着她 她的气场太过强大 以至于让秦家瑶感觉的有些窒息 闹够没 告诉我 她痴笑道 你就不怕我真的把你换了 闻言 秦家瑶便忍不住鼻子一酸 眼睛红红的 抬着直视着她 当初 是你娶我进门 都没有问我过的意见 现在 不想要我了 也没有问我过的意见 关承玉你 把我当成了什么了 关承玉愣住 秦家瑶的胃珠 顺着脸颊滑落 她哽咽着说 你在外面有那么多女人 还要娶我 难道只是因为 我出生在普通家庭 你一出差 就是好几个月 在外面不是很明星 就是和千金小姐勾搭在一起 难道我就不可以 稳住我的正宫的位置 闻言 关承玉一脸诧异道 正宫 不行吗 我将美女请到家里 你就不能去外面胡搞 她理直气壮地说道 丝毫没察觉到 自己有多么的吃醋 你很在乎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关承玉沉声地问道 我才不在乎 你爱和谁在一起就在一起 管我什么事 她别开眼睛 嘴硬地说道 关承玉双目里 复杂而深邃 下一瞬间 秦家瑶被一个力道 将她拉扯入怀 身子撞入她坚实的怀抱 喃喃 秦家瑶正愣住 这个名字 总是在她梦总出现 这是我的名字吗 她僵硬地问道 嗯 是你的小名 你喜欢吗 她轻声地问道 她点了点头 缓缓开口问道 我 我的父母 你的父亲叫罗锦成 你的母亲叫罗小玉 他们已经不在了 罗小玉是罗家的养女 她爱上了养父家的哥哥罗锦成 而她是罗家未来的家主 两个人的恋情一曝光 遭到罗家所有人的反对 罗锦成为了罗小玉 放弃了家主的身份 带着她离开罗家 可是罗家怎么会轻易放手 他们逃了一个城市 又一个城市 总是甩不到罗家人的跟踪 那时候 楠楠刚出生几个月 连日的奔波 让她染上了感冒 住进了医院 罗小玉总是接到 罗家人的恐吓 如果她要是不离开罗锦成 她的女儿会有生命危险 在出院的那一天 她无奈地将女儿 丢在了医院里 亲眼看着女儿 被一对夫妻抱走 罗锦成知道后 逼问她女儿的下落 罗小玉不肯说出 女儿的下落 一直在哭 罗锦成心疼她 没再逼问她 谁知 第二天 两人突然间就跳楼了 被路人发现后 送进医院 两人的信令 也没有抢救回来 而他们的死 一直是一个谜 直到一年前 关老爷住院 发现了 秦家瑶身上的那块玉坠 这才让关成玉 着手调查当年的事 还有秦家瑶的身份 罗小玉感觉愧对罗家 愧对自己的丈夫 在罗锦成睡熟后 跳了下去 而罗锦成受不了 失去爱妻的痛苦 随后也跳了下去 秦家瑶听完后 沉默了 她无法评判父母的行为 但是他们的爱情 还是感动了她 他们不是不要我 而是不得已 嗯 娜娜 不要离开我 她在她耳边轻声说道 没有听到秦家瑶回答 她咬了下她的耳垂 说话 我 郑公娘娘 她倾笑出声 秦家瑶 她的身份被曝光后 罗家人找上门来 因为父母的原因 她没有认阻归宗 罗家没有抢求 他们将罗家的一部分股份 转到她名下 以做补偿 两年后 秦家瑶生了一对龙凤胎 男孩叫关锦晨 女孩叫秦锦衣 第二个故事 对面坐着的男人 是我以前暗恋的男神 当年他可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追着他的女生 能绕学校好几圈 最后怎么沦落到相亲这一步 夏桑桑 女 对我的性别 她有一问 男神皱了皱眉 视线盯着手机上某位热心红娘发给她的资料 慢悠悠的来了句这名字耳熟 本来打算装陌生的我 小声的提醒她我们以前一个学校的 男神恍然记起 没梢一条 追陆样没追到 在操场上哭晕过去的那个 我发誓 那是个美丽的误会 也不知道是谁下船的 说我喜欢陆样 那天体育课长跑测试 几圈下来 我就有点中熟了 陆样那个缺心眼的 还在跑到边上 给我领跑加油 男生们吹着口哨看热闹 我当时气的眼泪都掉下来 只想追到陆样 然后把她的头拧下来 谁知道 两眼一黑就晕了 我无力辩解 又听到男神问跟她怎么分的手 我懒得解释了 随口一句 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哥哥 男神似乎被气笑了一下 也没深究 沉默了几秒后 问我今天去领证结婚 有意见吗 啊 不愿意 倒不是不愿意 就挺突然的 男神起身 余光撇过来 走吧 我忙不迭的起身 等 等一下 在男神微差的视线下 我打开手机变迁 越有忐忑的念叨 你有兄弟姐妹吗 有房吗 有车吗 虽然但是 我居然跟秦木 领证结婚了 简直跟做梦一样 从民政局出来 我妈打来电话 态度十分消极 怎么样 甚至又没看上 我看着手里滚烫的红笨笨 妈 你有女婿了 好了好了 知道了 赶紧回来吃饭吧 啥 女婿 我妈的尖叫声 刺得我耳朵疼 我只听到她在那头扯着嗓门喊她 爸 你那个除了漂亮 一无是处的闺女 找到男人了 我尴尬地捂住听筒 偷偷地瞄了一眼秦木 她显然听到了 嘴角勾着若有四无地笑 岳母对你的定位很准确 我强行婉尊 她主要是想夸我漂亮 秦木意味深长地嗡了声 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 我眼里闪过金光 想听她怎么夸我 秦木咳了咳 起码能哭晕也是一种本事 能不能别再提我的黑历史了 我妈在电话里兴奋极了 让我带秦木回家吃饭 我有点不确定地问秦木 你去吗 秦木很淡定 应该的 我提前打鱼防针 我爸妈很烦的 可能会问你很多问题 你觉得你老公我 应付不来 老公 讲真 一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大龄圣女 突然有老公了 就一万个不适应 但是 这种感觉也太美妙了 从今以后 秦木是我的私有财产了 秦木买了一堆礼物上门 我爸妈看着我俩的红本本 乐的嘴巴都合不上 秦木是吧 这名字真好听 人如其名 人也好看 我妈笑淋淋地打量秦木 我心想她接下来肯定要问一些有的没的 秦木啊 你看上我家桑桑哪了 这语气怎么有点不对劲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秦木视线淡淡地扫过我 礼貌回到长得好看 哎 也是 除了这副臭皮囊 它的确没啥优点 妈 母女情分就到这儿了 我妈拉着秦木的手 苦口婆心地说我家桑桑啊 年纪大 毛病多 你可得多淡淡点 妈 我皱着脸 嘴里的饭菜都不想了 哪有你这么说闺女的 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我妈白了我一眼 嫌我过躁 又变脸似的笑着对秦木说脾气也大 以后她要是乱发脾气 你也不用惯着 回来告诉我 看我不打死她 秦木抿着点笑 岳母 老婆是用来疼的 您要是打她 我会心疼的 她可真会 油腻中透着一股清爽 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妈脸上笑开了花 又嫌弃地瞥了我一眼 你说你 踩了什么狗屎运 碰上这么个好男人 不就踩到她这个狗屎了 我吃醋的嘟闹剧 我妈一巴掌拍我后脑勺 怎么说话呢 有这么好看的狗屎吗 妈 我就是被你打笨的 你那是遗传你爸 无辜被Q的我爸关我什么事 场面突然就失控 秦木看着我们一家三口闹腾 脸上的笑浅浅地挂着 在我妈一巴掌又要打过来的时候 及时地把我拉进了怀里 我的身体僵住了 脸颊瞬间滚烫 她抱我了 这要是搁在以前 我连想都不敢想 她的手揽在我肩上 我偷偷地捏了一把她腰间的筋肉 上头 这手感也太好了 我的弦猪手被她察觉了 她低眸腻了我一眼 满意吗 我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表情 笑得像个痴汉 还行 秦木瞇了眯眸 欲言又止 吃完饭 我悄悄地问我妈 你怎么也不了解了解她的情况 我妈白了我一眼脸都长这样了 还要啥自行车呀 我窒息了 我爸生是我爸我不知道 但我妈绝逼是我亲妈 我妈留秦木住下来 秦木委婉地拒绝了 我送她下楼 两个人站在路灯下 气氛有点暧昧 半晌 秦木开口说领证有点仓促 其实有些情况 我没跟你说 什么情况 我没房 没车 没存款 现在也处于失业状态 我身受重击 又眼皮脱脱地乱跳 我看向她身后的那辆奔驰 秦木瞥了眼 秦木的 我头晕 果然 外形条件这么好的男人 年近三十还要相亲 肯定有猫腻 我嘀咕那你这是骗婚了吧 秦木挑眉 那要不然 明天再去离个婚 我瞠目 下意识地就脱口而出 那我岂不是亏大了 结了一趟婚 啥事都没干呢 就把自己变成离异妇女了 我的反应似乎顺了秦木的心思 他眉宇淡淡地说那要不然 凑合凑合 我叹了口气 有点不放心地瞄了瞄他 秦木 你跟我说实话 你的身体方面 没毛病吧 秦木低头看了看自己 你知哪方面 我觉得他可能误会了 急忙说我是说你的肝啊 肺啊什么的 没毛病吧 秦木沉思了下 达妃所问我的肾还可以 我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以后万一穷困潦倒 还可以慢肾 我想起我妈交代的事 问她过几天就要过年了 两家一起吃顿饭 秦木挂了一个来店 抬起眼皮说他们不在国内 现在国外疫情严重 回不来 那也是没办法 我仰头看着她 那你过年一个人 嗯 那你来我家过年吧 这话就很奇怪 明明我俩现在已经是夫妻了 怎么跟不太熟似的 啊 的确是不太熟 秦木确定到可以吗 我被问不确定了 可以吧 秦木似乎心情不错 好 我没想到的是 秦木第二天就把行李箱 搬进了我的房间 我手足无措地跟进房间 这就睡一张床上了 是不是有点草率 秦木的视线从我的床上挪回我脸上 你家就两间房 我总不能睡客厅 大过年的 是不是 话是这么说 桑桑 是你让我来你家过年的 我以为你想过住宿的问题 啊 这个妈 是我草率了 就在我无比纠结的时候 我爸妈回来了 一看到秦木 我妈热情的 我都快不认识了 木木 我听桑桑说了 你就跟我们一起过年吧 哎呦 行李带过来了 我把我妈拉到一旁 说明了我的难处 我妈皱了皱脸 你们不是同学吗 你们不是互相爱慕很久了 我以为你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结婚的 我没忍住 问她这都谁跟你说的 我妈指了指正跟我爸说话的秦木 沐沐跟我说的 这个秦木 她是不是基于我的花败 才编造各种谎话来骗婚 我妈狐疑地瞄着我俩 我闷闷地说反正我不跟她一起睡 让她跟我爸凑合几天吧 我妈想了想 也是 等她爸妈从国外回来 你们办完婚礼再说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但秦木好像不怎么愉快 她拖着行李箱 从我面前路过的时候 留下一身的怨念 一想着秦木在我家 一直到大半夜我都没睡着 有点口干舌燥 满脑子黄色废料 我静悄悄地起身 打算去厨房倒点热水喝 刚走到客厅沙发的位置 差点被什么绊倒 就着昏暗的视线看过去 沙发上睡着的人撑起身来 秦木 你怎么睡这儿 我小声地问 秦木无奈地叹了口气 叔叔打呼 节奏感太强了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秦木已经起身走到我面前 男人身上独有的荷尔蒙味道 让我瞬间僵住了 夜深人静 孤男寡女 我平住呼吸 视线盯着秦木胸口的轻微起伏 我的心跳越来越快 秦木低声地问我 你怎么还不睡 我结巴口 口渴 喝点水 秦木舔了舔唇角 我有点口渴 帮我带一杯 我胡乱地点头 逃跑式地冲进了厨房 手抖地倒了杯水 咕噜咕噜地喝完 又倒了一杯 准备给他送过去 一回头 秦木就站在我身后 我吓了一跳 手里那杯水就准确无误地撒在了秦木的裤子上 对不起 我慌忙替他擦拭起来 紧接着我的手腕被秦木饿住 他的嗓音有点沙哑难耐 夏桑桑 你故意的 天地良心 我没有 但此情此景 秦木的睡衣扣子空了两颗 密色胸肌若隐若现 厨房里没开灯 气氛也渲染得刚刚好 我的确有点意乱神秘 实不相瞒 上学那会儿我就想睡它 现如今 我们是合法夫妻 我就算现在把它扑倒 也是合情合理吧 但我怂 想好的骚话到嘴边 变成了秦木 你把衣服穿好 秦木盯着我通红的脸 把睡衣扒开了些 挑眉问我喜欢 非礼物事 我避开视线 嗓音都在发抖 不喜欢 夏桑桑 他喊我名字的时候 我狠狠地抖了两下 他似笑非笑 你是不是缠我身子 我瞠目 才没有 可偏偏秦木这家伙 还低头靠了过来 蛊惑地说到 想不想弄多六块腹肌 不想 我想给自己一嘴巴 就你嘴块 秦木盯着我羞红的脸 真不想 我的眼睛闪闪发光 两只手蠢蠢欲动 但我十分克制地 试探到可以摸吗 那我不客气了呀 可以 秦木皮笑肉不笑 一脸阴险 付钱就可以 摸一次 一摆 他竖起一根手指 我一脸问号 秦木把我已经伸过去的 守原路返回 似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你知道的 我现在缺钱 我得想尽办法攒钱 这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的幸福生活 所以你赚你老婆的钱 我想摸下我老公 还得花钱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秦木问 还摸吗 我回忆一个不失礼貌的微笑 要钱没有 要命一条 那么疑你的场景 就被他这么扫兴了 我气得狠狠地踩了他一脚 撕 砰 哼 回房睡觉 可经过这晚 我开始觉得 秦木有点不对劲 每次他有短信息进来 都会刻意地看我一眼 好像生怕我会看见 有时候他出去好几个小时 回来时身上会有属于女人的香水味 而且每次的味道都不一样 最可疑的 秦木 你的衣服脏了 脱下来洗一下吧 我发誓我只是区区贤妻两母罢了 可秦木却顶着一张念无表情的脸 说到脱一件 五百 脱光 一千 我就痛得想口吐芬芳 秦木 你想看哪一部电影 我拿着遥控器一脸天真的问 秦木已在沙发上 视线淡淡地落过来 吓桑桑 你每天脑子里都想些什么 我就 一脸黑人问号 我想什么了 秦木把我手里的遥控器扔回长肌上 大长腿一叠 陪你看那种电影也行 一个小时五百 如果有后续服务 起码这个数 他数了五个手指头 嗨 还挺直前 秦木不对劲 很不对劲 我打算验证一下我的猜测 趁着我爸妈出门 我换了一件特性感的睡衣 秦木在客厅沙发上刷手机 我迈着摩托布走了过去 秦木听到动静 抬摩看过来 下一秒 喝到嘴的白开水喷了一地 我摆了一个字 认为特别妖劳的姿势 你觉得我这件睡衣好看吗 秦木抽了一张面筋纸 擦着嘴角的水渍走到我面前 他眼窝深邃地盯着我看了三秒 然后脱下自己的外套 盖在了我的肩上 突如其来的温暖 让我心间也随之一热 他这么尊重我 我却怀疑他 是我格局小了呜呜呜 男神好体贴 男神最帅 就在我感动到不行的时候 秦木语气淡淡到穿这么少 不嫌冷 他扫了我一眼 这件睡衣 不适合你 我狐一地瞄他 哪儿不合适 秦木的手在我胸前比划了一下 尺寸不合适 款式也不太合适 你不适合性感风格 不会说话 你就别说话 秦木的手机响了 我不服气地扒掉肩上的外套 他一边接电话 一边弯腰捡起外套 重新披在我身上 我闹脾气地不肯 他强制性地固住我肩膀 一不小心 我的后背就重重地撞在他胸口 他闷哼一声 我听到手机里传来女人的声音 阿木 你怎么了 秦木的声音从我头顶上方落下 嗓音有种压抑的哑 没事 被我家小野猫挠了 女人笑问你什么时候养猫了 秦木笑音浅浅 刚养不久 我全程听着 女人的声音真好听 娇媚可人 我已经能想象 她是个多么风情万种的女人 不像我 清汤寡水 最后他们约在酒吧见面 女人最后还暧昧地说了句准时道 否则后果你知道的 秦木很听话地恩了声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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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闪昏的男神 可能职业不正当 想着想着 我脑子一热 跟了出去 秦木停好车就进了酒吧 我一路跟踪过去 在包厢门口 一个女人迎了出来 她抱着秦木来了个贴面吻 举止亲密 我的心脏好像被狠狠地扎了一道 秦木跟那个女人进了包厢 我偷偷地看进去 里面有好几个女人 上至五十岁美妇人 下至三十岁成熟一季 每个看起来都很 会 一时间 我不知道是该生气 难过 还是羡慕 好吧 我有罪 我嫉妒 这就是富婆的快乐吗 这就是男神的魅力吗 可是 可是 情诺她到底行不行啊 她还是我心里干净清澈的模样 可看到她此时此刻 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阵疼痛 她以前怎么样我管不着 可她现在是我结婚证上的另一半啊 想及此 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以用力 推开了包厢的门 然后 在众人惊恶的注视下 熊啾啾 气昂昂地走到了秦木面前 秦木应该也没想到 我会出现在这里 震愣了几秒 然后迅速地起身 在她开口之前 我抬手阻止她的解释 片刻的死寂后 我弯腰捞起一瓶酒 各位 这瓶我先干了 咕噜咕噜地喝完 包厢里陷入更深的死寂 我这人在陌生人面前特怂 更别说在座的 可能都是上流社会的富婆和千金 这里有没有埋伏几十个人高马大的保镖 这些保镖有没有带武器 惹怒这些富婆的下场 是缺个胳膊 还是少条腿 实不相瞒 短短几秒钟 我已经预测了我的几百种死法 但今天 我必须带秦木走 我誓死如归地这么想 美女千金看向秦木 你认识 秦木点头 双手抄兜 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 似乎没有打算解释 甚至嘴角还有些若有似无的笑意 她低头看向我 挑着眉梢 像在看我要怎么应付 她还笑得出来 美女千金饶有兴趣地走过来 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 我是她老婆 九壮耸人胆 我挺胸瞪眼 用咄咄逼人的气势 掩饰自己慌得一笔的内心 秦木微微地张纯 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惊吓 我一把将她拉了过来 各位 抱歉 秦木今天不能陪你们了 美女千金断了好一会儿 恍然大悟似地挑眉扬笑 视线上下扫着我 最后落在秦木脸上 一秒间 化身风情大美人 她突然揪住秦木的衣领 拉近 半边身子都已进她的怀里 阿木 你老婆好凶啊 人家怕怕 这太犯规了吧 你 你有本事冲我来 放开秦木 我生气地拉了拉秦木的手臂 可酒精后劲上来了 我脚下一软 下一秒 强有力的手臂 揽住了我的后腰 我眼前开始出现重影 委屈铺天盖地的袭来 然后 就没出息地哭了 秦木一下子慌了 就连她身旁的美女千金 也慌了神 愣愣地看着我 秦木给了她一记冷眼 你干的好事 美女千金吐了吐舌头 唏嘘地说 玩玩嘛 一听这话 我扯着嗓子喊了句 秦木不是可以随便玩的男人 美女千金没忍住笑出声 瞥了一眼秦木 懒而找来的宝藏老婆 秦木调了点笑 打横叫我抱起来 我已经开始说胡话了 你们放心 今晚你们白花了多少钱 都包在我身上 我求你们不要糟蹋秦木 呜呜呜 美女千金哭笑不得妹妹 以后还是别喝酒了吧 我用鼻孔哼她 谁是你妹妹 我有你这么有钱的姐姐吗 后来怎么离开的 我记不清了 回到家的时候 我的酒醒了一半 但还是头和脑胀 爸妈已经睡了 自从上次秦木 因为我爸打呼睡客厅后 她就一直睡在客厅 此刻家里静悄悄的 她把我放在床上 轻声地问我要不要喝水 她到底知不知道 月黑风高 一个醉酒的寂寞女人 到底多可怕 用这么性感的声音跟我说话 她是不是故意勾引我 我心里难受 胃里也难受 我伸手拉住她的领口 缓缓地拉近 秦木还在抵抗 她双手撑在我的两侧 她宁愿去陪那些女人 也不愿意碰我是吗 我咬着唇瓣命令她秦木 亲我 秦木皱了皱眉 回头看了一眼没关上的房门 嗓音泛哑 性感的无可救药你 爸妈在隔壁会被发现的 我不听 委屈地耍脾气 你可以跟那么多女人 那样那样 你还怕我爸妈会发现 秦木低效 我哪样了 她还明知故问 我最眼朦胧地问她 你为什么要做那种工作 你到底多缺钱 秦木若有所思 好像不知道怎么跟我开口 我更憋屈了 你跟我说实话吧 你跟我结婚只是年龄到了 找个备胎 为自己留一个退路 是不是 你说你爸妈在国外回不来 其实都是谎话吧 你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婚姻关系 否则就算视频见一下也可以啊 秦木的脸色越来越难以捉摸 似乎有许多难言之隐 我含着眼泪越想越不甘心 我勾着她的后颈用力地拉近 听到她克制的一声低叹 此刻我们的呼吸相缠 只差零点一毫米的距离 秦木声音沉在嗓子眼 吓桑桑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仰头看着她 我当然知道 嗯 我现在要行使作为妻子的权利 秦木皱了皱眉 她想拿开我的手 我偏不放 你喝多了 等你酒醒再说 我就不 就这样 纠缠了好一会儿 我都离得手机响了 一直响个不停 我不耐烦地接通 谁啊 大半夜的有没有点数 对面传来一个叫 那男生吓桑桑 我路样回来了 半小时到家 路样 卧槽 我瞬间清醒过来 这个狗崽子 不是说不回来过年 路样在电话里兴奋地问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之后路样说什么 我已经没心思听了 因为我发现自己正以不雅的姿势 缠在秦木身上 而秦木那双深邃的黑铜镇 一顺不顺地盯着我 好像我是个出轨的女人 正好被她捉奸当场 路样在电话里叽叽喳喳的 我赶紧刮断 酒醒了 知道羞耻了 我手忙脚乱地要从她怀里出来 可下一秒 我的腰支被男人牢牢地锁住 我正住 难以置信地看向秦木 她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那张无可挑剔的俊脸逼近我 不是跟她分手了 我张了张嘴 这个嘛 说来话长 我可以慢慢地解释 秦木哼笑一声 温热的呼吸喷在我耳阔上 你该想的应该是怎么跟她解释我们的关系吧 要命 我虽然酒醒了 但酒精随时会作祟的好吧 她再这样聊我 我真的不客气了 我装不作样地推扫了两下 秦木 你先放开我 刚才想着法子的要扑倒我 现在路样要来了 就要我放开你 秦木的牟里危险加倍 夏桑桑 你这个渣女 我 我怎么就渣女了 我气不过 也回对了句你才是渣男呢 秦木咪谋 我怎么就是渣男了 你做那种工作 跟那么多女人不清不楚 你不是渣男是什么 那你跟我结婚 还允许前男友大半夜来家里 你不是渣女是什么 嗯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她是我哥 分手了就认哥了 夏桑桑 你不是渣女 你是海王吧 你才是海王吧 我跟她就说不清楚 我脾气上来了 从她身上起来 抬腿就准备爬下床 可秦木似乎火气比我大 她一把将我拉了回去 然后我一个失重 就摔倒在床上 秦木眼里一慌 伸手想捞我 然后就正好将我扑倒了 我的脸瞬间滚烫 一眨不眨的 看着正上方的这张脸 秦木也屏住呼吸注视着我 气氛滚烫 我对她有很多窝窝的想法 可时间不允许 陆阳还有半小时就回来了 我恨陆阳 我迅速地别开脸 你压到我了 秦木的眼睛里也有些许的慌乱 她克制地咳了咳 准备起身 可下一秒 她又压回来 我紧张地看着她 秦木低声地问我 还要我闻你吗 我民警唇半 期待地看着她 秦木低头靠过来 哎呀 桑桑 路样那小子回来了 我妈匆匆忙忙地 从隔壁房间跑过来 然后整个人都待在了门口 几秒后 我妈娇羞地捂住脸 转过身去 哎呀 你们怎么不关门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 真是没羞没骚 说着 还贴心地替我俩关上房门 我心里五味杂沉 妈 你听我解释 秦木的脸色也没好到哪去 我俩互相看了一眼 就尴尬地挪开了视线 秦木从我身上起来 坐了会儿 我试图打破尴尬的气氛 趁机跟她解释路样 她真的是我哥 不同性的哥 我跟她从小一起长大的 她爸妈在我们高中的时候车祸去世了 后来我爸妈见她可怜 就让她来我家了 她比我大几个月 算我哥 我到现在还记得 那时候路样哭得有多伤心 她家没什么亲戚 也没人愿意收留她 那天大雨 她全身湿漉漉地站在我家门口 一句话没说 但眼神里满是祈求 我爸妈于心不忍 就收留了她 后来我去苏州上了大学 她也选择了苏州的一所大学 大学毕业后 有一家很不错的公司 向她抛出橄榄枝 她就收拾行李去了上海 而我 则是留在了苏州 在一家小公司做设计师 听我说完 秦木沉默了很多 而后 她问我你喜欢她 我用力地摇头我不喜欢她 秦木好像根本不信我的话 但也没说什么 我高要对她说我喜欢的是你 门外 一个震耳欲聋的声音传来老妈 我回来了 是陆样 话音刚落 我的房门被砰的一声推开 陆样张开双臂 大吼一声 吓桑桑 快来拥抱我 下一秒 她愣住了 陆样眨巴眨巴眼睛 又狠狠地揉了揉眼睛 秦木那一脸见鬼的表情 秦木倒是挺从容 她站起身 眼尾冷冷地甩过去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这刀光剑影 这是怎么回事 陆样好像无法接受这样的场景 我高要跟她简略地讲解一下 秦木已经悠悠到 我跟夏桑桑领证结婚了 怎么可能陆样冲到我面前 想从我嘴里听到另一种解释 可她的手刚要碰到我肩膀 我就被秦木拎开了 秦木眉宇微紧 她现在是有夫之妇 注意点分寸 气氛也太紧张了吧 我看她俩人 不知道从哪插话 幸好我妈进来了 陆样 你吃过了没有 饿不饿 陆样瞪着秦木 气都气饱了 我妈毫不知情 谁惹你了 陆样 外人呗 这里哪有外人啊 对了 桑桑领证了 我妈特别激动地拉着陆样 唠家场 她叫秦木 以前你们一个学校的 你应该认识吧 陆样还在瞪着秦木 咬牙切齿老妈 这就是你说的 有好事要告诉我 我妈指点头 是不是大喜事 陆样好像快吐血了 眼眶红通通的 对别人来说是喜事 对我来说 是桑事 我妈一脸猛圈 陆样留下一个绝望的背影 出去了 她一眼就看到了 沙发上的被褥 下一秒 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谁睡我的地盘啊 我妈指了指秦木 陆样继续瞪着秦木 像个争宠的孩子 这是我的 秦木挑眉 她慢悠悠地走过去 在陆样愤愤地注视下 将被褥随便折叠抱起 眼尾瞄着陆样 你睡吧 我回房睡 我愕然 等等 她哪有房间 秦木以胜利者的姿态 向我房间走去 陆样气得像只河豚 不行 你不准进桑桑的房间 陆样冲过来 一把夺过秦木怀里的被褥 然后以一种甜不知耻的语气 说我怕黑 你跟我睡 我就窒息 我爸小样 你什么时候怕黑了 陆样脑袋养得老高 这几年在外面被吓的 我一脸问号 哈 接下来 陆样声色并茂地编造了一个血腥的鬼故事 连我都知道他在瞎编 可我爸单纯 担心地问那怎么办 陆样指着秦木 我要他陪我睡 秦木垂着眼 不陪 陆样耍无赖 我就要你陪我睡 我是你大舅哥 是长辈 你就要听我的 秦木的表情 面无表情 但我觉得 他想杀人 在我们的注视下 秦木露出一个不达眼底的冷笑 好 我陪 这一晚 客厅里就没消停过 时不时传来嘻嘻嘟嘟的声响 还有一声接一声压抑的操 我的脑海里 开始浮现奇奇怪怪的画面 第二天 我顶着一双熊猫眼起床 我妈在厨房做早餐 我爸在沙发上看报纸 秦木神清气爽地在喝早茶 陆样嘛 好像被欺负了一晚上的小媳妇 眉睛打彩地皱了张脸 夏桑桑 你真是个猪 怎么才起 陆样瘸着条腿走过来 我白了他一眼 你以为我想失眠 陆样压根没听我说话 笑嘻嘻地搂住我的肩膀 今天我们出去玩吧 这么久没回来 去大吃一顿 我刚要拒绝 感觉有一道冷冰冰的视线盯着我 我看过去 秦木的眼神里 尽是警告 我默默地拨开陆样的手 陆样察觉到了 不服气地再次搂住我的肩膀 还挑衅地朝秦木扬了扬下巴 我一直都是这么搂着下桑桑的 谁让我是他哥呢 有着资格 秦木不动声色 把早茶倒进了陆样最喜欢的卡通牛奶杯里 操 陆样阔步冲过去 然后整个人都炸毛了 秦木 我跟你拼了 我急忙冲过去阻止这场暴乱 陆样 你冷静点 陆样冷静不了 是他先惹我的 你知道我有洁癖 是 洁癖害人 啊不 是秦木不对 我回头恳求秦木 你跟他道个歉 秦木起身 一身轻松地抖了抖衣服 眼尾冷咽一瓶 不好意思 手抖了一下 你看他 这什么态度 这是道歉的态度 夏桑桑 你起开 眼看一发不可收拾 我妈从厨房伸出脑袋 你们几个 闹什么呢 声音小点 小心扰民 陆样 跟我妈告状老妈 秦木他用我心爱的杯子 我妈看了眼 风轻云淡的妈丁你再买一个 陆样委屈 我就要这一个 我妈你是大舅哥 让你点妹夫 陆样 秦木从他旁边飘过 忍着吧 大舅哥 学校那会儿 陆样就跟秦木水火不容 篮球场上 向来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我猜 是因为 有一次 我想给秦木送瓶水 可秦木的篮球 却差点不小心砸到我 这件事惹到陆样了 陆样从小就特别护着我 有人欺负我 他是命都不要 也要替我出气的 我俩的关系 比亲兄妹还好 虽然大多数时候 我都想拧掉他的脑袋 吃完早餐 陆样匆匆忙忙地拉着我 出门去逛商场 我全程都心不在焉 秦木刚才出门了 看表情有点心事重重 想起昨晚在酒吧的那一幕 我心口堵得难受 他是去收拾昨晚的残局了吧 我在考虑我跟他的婚姻关系了 老妹 你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 陆样向来精力旺盛 此刻已经全然不见早晨的疲惫 像个脱了江的野狗 我看了一眼 还行 去试试 陆样推着我进更衣间 把衣服塞给我 我看了一眼价钱 又推给他 太贵了 没事 老哥送你 你发财了 老哥这几年赚了不少钱好吧 陆样眯着笑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在市中心 给你买一个两百平的大房子 装修就按你喜欢的天然风来 我俩同时愣住 我回神 你赚了钱 就自己买房买车吧 剩下的留着娶媳妇 我不打算是这件衣服 陆样脚步急促地跟在我后面 扯着笑说你是我妹 我给你买房不是应该的吗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大房子 我随便看了几件衣服 陆样你不用想着报答我爸妈的恩情 其实他们是因为真的喜欢你才照顾你的 没想过让你回报 我说完 陆样好久没回应 我诧异地抬眸看去 发现他眼眶又红了 你怎么了 没事 陆样眨去眼里的水润 好似随意地问了句你跟秦牧怎么会领证 说到秦牧 我心里又乱糟糟的了 我强迫自己淡定 正好相亲遇到了 缘分吧 陆样咬着唇 我去下洗手间 说完转身就走了 背影挺狼狈的 说实话我挺心疼陆样的 他虽然表面看着不着调 可别人对他的好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甚至想要加倍偿还 你是夏桑桑 身后有人问我 我回头看到一个漂亮女人正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屁腻着我 见我没认出他 他嘴角嘲弄地挑了下 我是苏蓉 啊 苏蓉 当时学校的校花 听说他跟秦牧是亲为竹马 只赴为婚的一对 但我跟他其实不熟 话都没讲过一句 唯一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是他跟秦牧在小树林里 亲亲我我被我撞见 我们有过一次对视 我扯了扯嘴角 好巧 苏蓉直截了当 不巧 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我不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我预感 来者不善 苏蓉晃晃手机 路样朋友圈发了定位 他的一颦一笑都透着一股傲慢 说难听点 充斥着对别人的不屑一顾 我冷静地问你找我有事 他眸光冷冷地看着我 我听说了 你跟秦牧领证了 果然是为秦牧来的 我现在是秦牧名正言顺的另一半 我怕他什么 况且我也已经开始重新审视我跟秦牧的关系了 我更不怕 他要是来找茬的 可正好撞枪口上了 我原本就已经超不爽的 我是来谢谢你的 苏蓉这话把我弄懵了 苏蓉哼笑一声 你真是解决了让我头疼的大麻烦 此话怎讲 就离谱的让我一头雾水 如果不是你跟秦牧领证 再过一个月 我就要跟秦牧结婚了 恕我愚笨 不太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 苏蓉写了我一眼 也嫌弃我不聪明 我可不想嫁给他 我震惊 你不喜欢秦牧了 苏蓉冷笑一声 谁喜欢他 冷冰冰的半天 憋不出一个屁来 有趣的灵魂 他是真没有 秦牧被嫌弃了 我有点相信 他是真的来感谢我的 可苏蓉下一句 是陆样呢 陆样 我往不远处指了指 陆样正摇摇晃晃的大步走过来 他沉着张脸 一把将苏蓉拽开 然后往我面前一挡 苏蓉 你想干什么 苏蓉精致的眉眼瞪着他 然后扬起一个标准的冷笑 像急了反派你一号 夏桑桑抢了我男人 我来教训他 有什么问题 你敢动他一下试试 陆样面色猙獰 对一个女生这么凶 难怪他找不到对象 我拉了拉他的手臂 想告诉他苏蓉没有欺负我 可苏蓉好像就是故意来找他查的 苏蓉指尖缠了缠陆样的衬衫扭扣 故意眉眼如丝地招惹陆样 他抢我男人 要不然你就从了我吧 我们一起报复他们 你觉得怎么样 陆样一巴掌拍开他的手 请你不要动手动脚 苏蓉故意逗他 我就动了 就动了你能怎么样 陆样真的生气了 愤愤地瞪着苏蓉 苏蓉翻了的白眼 稍微震惊了些瞥着我 我这人不喜欢欠别人的 既然你帮了我 那我也告诉你一件事 苏蓉说 只付为婚这事就离谱 这跟买卖人口和逼良为仓 没什么区别 苏蓉说 他跟秦牧小树林那一次 只是在摊牌 他说他瞧不上秦牧 秦牧说他特不喜欢他这种女生 苏蓉那么骄傲自信的人 当下就不服气地问他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温柔的 可爱的 妖艳见惑 据说秦牧淡淡地 回了三字下桑桑 据说苏蓉当时 骂了句脏话 是一种植物 苏蓉的话 让我久久不能平静 回去的路上 我陷入了沉思 秦牧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我跟他连话都没说过 聊聊几次目光的接触 也都只有短暂的几秒 陆样在旁边沉默了好久 终于艰难开口其实 有件事 我隐瞒了你 我诧异地看向他 陆样抓了抓后脑勺 脸红地说 你喜欢我那个谣言 是我传出去的 他不敢看我的眼睛 继续说到 你还记得那次篮球比赛 你打算给他送水吗 我当然记得 陆样说那次比赛结束 我听到他问队友你的名字 我故意说你是我女朋友 后来这事就传出去了 时隔这么久 我挺气愤的 你为什么胡说 陆样张了张嘴 话又被咽了回去 在开口又是十足欠扁的语气 我是你哥 我怎么可能允许你早恋 而且他有未婚妻 你要是跟他扯上关系 那不得被兔墨心子淹死 有道理 是有道理 可陆样 我还是想打你 我抬腿就追了过去 陆样边求饶边跑 我无能狂怒陆样 我杀了你 我们回到家时 琴木还没有回来 我给琴木发了信息 你什么时候回来 事情 解决了吗 等了好久 没回 我又发了一条 我身上有三万块的存款 你看够不够解决你的麻烦 等了好久 还是没等到回复 我心里越来越慌 眼泪漫出了眼眶 我给他发了一条语音琴木 你是不是在忙 是在谁的床上还债吗 否则怎么连回个信息的时间都没有 这次他回复了 妹妹 记得我吗 酒吧那个姐姐 我瞳孔地震 手抖的空隙 对面又回不记得了 你不是说花了多少钱 都包你身上吗 忘了 我颤颤巍巍地回多少钱我付 你不要为难琴木 对面又回你觉得他值多少 我想了想卡里的数额 小心地回一万 对面沉默 两万 对面继续沉默 三万 不能再多了 对面发来一个大笑的表情 紧接着发来一条语音 语气正经许多的妹妹 我做不了主 等着琴木自己跟你说吧 我急忙地回他人呢 他呀 一时半会出不来吧 我立刻语音拨过去 对面已经无人接听了 我又连续拨了好几个语音 全都没有回应 我心急如焚地等到半夜 终于等到琴木的电话 喂 我立刻接听 琴木在电话里问 睡了吗 我怎么可能睡得这样 琴木又问 那方便下楼吗 嗯 什么意思 我迅速地趴到窗台上看 看到琴木正站在楼下 也抬眸看着我的方向 之前心里有再多的难过 现在一看到他 瞬间烟消云散 我着急忙慌地往身上套衣服 等我两分钟 我匆匆地下楼 朝着琴木飞奔而去 在我要快扑进琴木怀里时 他身后的车里 探出来一个脑袋 酒吧那千金 我杀住脚步 震恶地看了看千金 又看向琴木 他把客人带这儿来干什么 我第一反应居然是 要债 我一下子就怂了 倒不是心疼那三万块钱 我是担心我要倾家荡产 一身外债 我给你介绍一下 妹妹 你好啊 千金已经下车 一把搂住琴木的脖子 琴木被迫弯腰 不悦地皱眉 瞥了他一眼 当着我的面 轻轻握握 琴木眉头更紧 松手 千金搂得更紧 就不松 你对客人就是这种态度 下次不点你了呀 我看见琴木无语的削口气 紧接着 毫不留情地撂开他的手 千金脸色大变 琴木 我可是你姐爱 你能不能有点最起码的尊重 哪种姐 我在旁边观察情况 不敢出声 生怕让这位姐 发现我的存在 琴木没耐心了 你赶紧解释 解释完走人 千金也没兴趣玩了 过来笑嘻嘻地拉着我的手 妹妹 你为什么想不开呀 几个意思 琴木这种男人 送给我都不要 也就你们这些小女生 把他当个宝 也不是啊 琴木挺好的 我几乎下意识地维护琴木 可说完我就懊悔不已 我跟一个客人讨论 一个特殊职业者干什么 而且 这个人还是我老公 就离了个大谱 千金扎扎嘴 露出一个佩服的表情 然后说道 那我弟就托付给你了 没事 随便打随便骂 他皮厚 你弟 恩啊 我亲弟 我俩长得不像 亲姐弟 我木讷了 千金自我介绍 我叫琴石 琴木最尊贵的姐姐 姐姐好 我几乎脱口而出 然后又尴尬地低下脑袋 这都叫什么事啊 琴石哈哈大笑 弟妹好 弟妹真是个宝 我偷偷地瞟了眼琴木 尴尬 救我 琴木收起薄薄的笑 把琴石塞进了车里 车门碰的甩上 滚吧 琴石启动车子 白了他一眼 又笑眯眯地跟我说 弟妹 如果要离婚 记得来找我 我男朋友是国内最好的律师 保证让琴木倾家荡产 而这 真的是亲姐弟吗 琴石走了 我跟琴木大眼瞪小眼 半天都不知从何说起 还是琴木先开的口 我不是呀 我已经知道了 包厢里的那些人 是家里的亲戚 我家人多 大部分还都是女的 你给我发的信息 我看到了 琴木倾着浅浅的笑 循着我的视线 语气掺杂着些许的调笑 三万 我就直这么点 我有点急的解释 我只有这么多 琴木盯着我看了片刻 喃喃自语 那我还挺值钱 我有点不爽的嘟囔 你为什么要骗我 说你没房 没车 没存款 和你姐姐明明具有钱的样子 琴木垂眸看着我 懒懒的音调 还不是为了赖上你 我瞠目 挺惊讶的 琴木自己说完 好像也有点不好意思 他轻咳了咳 视线转向一侧 沉默了片刻 又重新看着我说 过年不能跟你一起了 哦 不问我为什么 我在等他自己说 琴木靠近了些 声音又低又黏 我要非国外见爸妈 他们知道你的存在了 今天跟我视频了 几个小时问东问西 我必须亲自跟他们说清楚 我跟苏蓉是不可能的 等我解决完 带你去见他们 好吗 我轻轻地点头 他的下巴 几乎触碰着我的额头 我也不敢看他的眼睛 但我听得见他的心跳 我相信 他也听得见我的 许久 琴木亲了亲我的头发 一股苏麻从我的头顶 窜向四肢百骸 我们谁也没说话 但越深的沉默 越是反衬着内心的波涛汹涌 大年三十 我没有等到琴木的信息 大年初一 依然没有琴木的信息 一直等到深夜十二点 我给琴木发来的信息 新年快乐 没有等到回复 我犹豫了很久 才给他拨打了电话 没有打通 我这才发现 如果琴木不见了 我好像根本找不到他 路上见我闷闷不乐 便主动地给苏蓉打了电话 居然也没有打通 我的心里 兵荒马乱 我一直等到初十 公司催我回去上班 我回了苏州 情人节前一天 在苏州的几个同学联系我 说是要拒一拒 还让我带上男朋友 我跟琴木领政的事 没人知道 我已没有男朋友 唯有拒绝了 可架不住他们软磨硬泡 于是便赴约了 我就不该来 我有想过他们会虐狗 但我没想到 他们已经丧心病狂了 他们成双队 只有我一人饮酒醉 我的酒量真的不行 可今天真奇怪 接连喝了两瓶 居然清醒得不行 满脑子都是琴木的影子 桑桑 你跟路一样 怎么就分手了 听说路一样现在没有女朋友 你俩干脆复合算了 要不然 我给你介绍吧 姐妹手上的资源 多的是 你喜欢什么样的 成熟稳重的 阳光帅气的 还是肌肉猛男 我喜欢琴木 唉 所以我就说啊 越是漂亮的女人 感情路越是坎坷 素容你们记得吗 就那笑话 当然记得 如果没有她 笑话就是我们下桑桑的了 她怎么了 人家命好 跟校草大帅哥指负为婚 我听国外的朋友说 明天俩人就要举行婚礼了 我的眼泪 啪大掉了好几颗 口中的酒苦涩到难以吞咽 我还在等她 可她就要跟青梅竹马举办婚礼了 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起身就准备离开 有同学好心地问了句桑桑 你醉了 要不要送你 不了 我打车走 他们一直送我到楼下 我们送你吧 一个人怪可怜的 我们也不放心 我刚要拒绝 一辆黑色奥迪 在我面前戛然而止 在看清男人那张脸时 我的眼泪倾潮而出 在一干人等震惊的注视下 琴木阔步地走到我面前 我的视线模糊起来 心里的委屈铺天盖地 琴木静静地看着我 短暂的几秒对视 我们都有很多话想说 我倔强地抹掉眼泪 挪开了视线 琴木的声音很轻 很温柔 喝酒了 语气里 好像带着几分的歉意和心疼 我闷闷地点头 不打算理她 也不看她 琴木又沉默了片刻 直到旁边有人试探性地 问了一句琴木 你俩 琴木看过去 应该是没心情应酬 与气挺疏远的 但吐字清晰 笃定我们是夫妻 毫无意外地 集体到吸气 我听到夫妻两个字 一股烦躁涌上心头 转身就走 她还知道我们是夫妻 可她是怎么做人家丈夫的 身后 我听到琴木急迫追过来的脚步声 没多远 她就追上了我 我用力地甩开她的手 回头对她说我们离婚吧 琴木愣住了 有意外 又好像并不觉得意外 她一顺不顺地看着我 扳上 她说对不起 我错了 我依旧不看她 一张脸气得鼓鼓的 琴木的声音间隔五秒 再次落下你想我了吗 我愤愤地抬眸 想了 所以呢 这就是你 可以欺负我的理由 我的脾气还没发出来 琴木目光灼灼地说我想你了 我面色一松 心间也被棉花挠了似的 琴木自嘲地笑了 吓桑桑 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油腻 她的话音刚落 奥迪里生出来一个脑袋 是琴石 她扯着嗓子凑热闹 就这 说几句刺激的吧 姐姐可以付费收听 同样凑热闹 没走的同学们 高声的负荷不差钱 琴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 好像是求着我回应她 桑桑 琴石说 琴木到国外就被软禁了 琴家和苏家门当互对 她跟苏蓉是指父为婚 这么多年 两家父母早就默认了 他们终将结为夫妻 可琴木却偏偏娶娶了你下桑桑 这简直是再大逆不到 双方父母原本是打算让琴木和苏蓉 在国外举办婚礼 到时候 生理煮成熟饭 再逼迫琴木回来 跟你离婚 可谁知道 琴木这个硬骨头 宁死不屈 这不 重获自由第一件事 就是飞回来找你 我带着琴木回了住处 夜深人静 孤男寡女 我们站在客厅里 彼此沉默 都不敢看对方的眼睛 越是寂静 室内的气温越是烫人 我问她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她说 第一眼见到你 篮球场那次啊 我说 那是我先喜欢的你 在篮球场那次之前 我已经喜欢她很久了 琴木说 你是说图书馆那一次 还是小吃街那一次 或者 是在学校食堂排队打饭你回头 看到我在你身后那一次 她都记得 琴木笑得淡淡 吓桑桑 我们俩 说不定是谁先喜欢谁呢 那你喜欢我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 你喜不喜欢我 那时候你跟陆样走得那么近 直到篮球场那一次 我见你给陆样送水 当时极度地要死 那瓶水是送给你的 琴木自嘲地笑了笑 当时在想 这个姑娘 如果是我的就好了 可谁知道 你已经跟陆样在一起了 我的心里暖暖的 幸福感无边蔓延 我又问她 那你是以为我跟陆样分手了 才跟我闪婚的 琴木艳的猴杰 其实 是我等不了了 我抬眸看她 琴木也定定地注视着我 我再不出手 就要跟苏蓉结婚了 所以我无意间听说你相亲 就想尽办法地 为自己争取了一个名额 我想 与其让别人娶你 不如我娶你 我缓缓地垂下长截 轻轻地弯唇笑了 我点起脚尖 想去亲她的唇 琴木几乎下意识地往后让了让 我 夏桑桑 你现在是清醒的吗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她以为我醉了 我没忍住笑了 故意从钱包里抽了几张红跳子 砸在她胸口 颇有些小富婆的架势到五百一个吻 够不够 琴木咪谋 明知道我是故意逗她 她还是有几分不高兴 生气的模样 还有点可爱 我趁着她不注意 在她唇上亲了一下 琴木眉心松开 愣了几秒后 一副长到甜头的模样 伸手搂住我的后腰 就要亲下来 我别开脸 笑得花枝招展 不好意思啊 我没钱了 吓桑桑 琴木咬着牙 呼吸都乱了 眼神警告 我别玩了 我从她怀里逃了出来 一路往房间跑 关门前 我伸了脖子说 等姑奶奶攒够了钱 再来宠幸你 可我低估了琴木那双大长腿 她一把抵住房门 眼神可怜地问我睡哪 我折着沙发 琴木摇头 意味明显 我也摇了摇头 不行 琴木推了推门 我用身体抵住 她更用力 我快要招架不住 终于有点慌了 琴木 不行 是你先招惹我的 她把门推开 一把将我打横抱起 大步地朝着床边走去 我以为我今晚肯定完了 然后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 琴木弯腰的时候 一个体力不支 我被扔在了床上 她跪在了床边 琴木 你行不行啊 琴木背靠着床边坐下 额头密密麻麻的暖汗 看起来特别痛苦 我这才看见她的衬衫领口里 藏着密密麻麻的伤痕 我扒开她的领口 整个人都震住了 这是什么 她的后背全是伤痕 伤口还没愈合 一道一道的血红 触目惊心 琴木将衬衫拉回去 云淡风轻地说 小伤 我问琴时才知道 这伤是琴木去苏家赔罪时 苏蓉的父母一怒之下留下了惩罚 我轻轻地吻着她的伤痕 眼泪滴在她的伤口上 琴木回身抱住了我 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为了让你掉眼泪的 琴木 要我 琴木为我留在了苏州 白手起家开了一个公司 从刚开始只有她一个人 到后来发展到三十来号人 公司慢慢地步入了正轨 白天 我们几乎见不了面 晚上好不容易见着面 她又忙着在书房加班 我每次都要心里挣扎很久 才轻轻地敲门 进来 听到声音 我会把脑袋探进去 软着嗓子问忙完了吗 琴木停下手里的工作 对着我招手让我进去 我就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琴木抱着我 在我耳边问怎么还不睡 我把玩着她的手指 娇气地说怕黑 一个人睡觉睡不着 琴木低声地笑 自然知道我是在撒谎 她也配合那等老公十分钟 处理完这点工作就去陪你 我高兴地指点头 然后满意地回房去了 十分钟之后 琴木准时地回了房间 她还没来得及洗澡 白衬衫的袖子随意地挽了两层 坐在床边拨弄我的发丝 睡吧 等你睡着了我再去洗澡 真就只睡觉 我好失望 她没看见我心买的吊带吗 难道不性感吗 难道不诱人 我哼哼唧唧地拉她的手 眼神里的意味再明显不过了 可琴木还是装糊涂 只笑不动 我生气 抽出几张红票子 拍她手心 琴木挑眉 这只狗脱掉上衣 你可真贵 我嘀咕了声 把全部的现金拍在她胸口 然后像只恶狼一样扑过去 谁知 她居然无动于衷 还在我耳边挑衅 这是另外的价钱 过分 我像只小野猫一样抓狂 琴木人由我闹着 把我塞进被褥里 然后 在我额头落了一个吻 嗓子压压地过几天吧 一定让你尽兴 我脸红地钻进了被窝里 结果半夜 我的大姨妈就造访了 原来 她记得日子 我们在同学群里火了 大家嚷着要琴木请客 那天 路样和苏蓉也来了 路样把自己关罪了 拉着琴木不放 说了不少胡话 你要是欺负桑桑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桑桑她肠胃不好 你可千万别让她吃辣的 起初还是哥哥对妹妹的关心 后来就开始偏了 吓桑桑这个人吧 毛病可多了 睡觉喜欢剃被子 大姨妈来了还吃凉的 不化妆 不打扮 不逛街 都不像个女的 我听不下去了 咬牙对她就你好 每天活得像个黄瓜似的 路样最眼惺忪 什么意思 欠扁 后来路样被苏蓉拉走了 她一路走一路哭 苏蓉皱眉吼了声 能弄闭嘴 路样打个酒格 然后哭得更惨了 苏蓉当着所有人的面 狠狠地稳住了她 路样闭嘴了 酒好像也醒了 苏蓉豪爽地抹了嘴 耳根子却是红的 说了句你逼我的 众人哗然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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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片喧闹声中 琴木拖着我离开 等我看完嘛 我也想看热闹啊 琴木脸色不悦 有什么好看的 我激动地回头看着 你说路样会不会亲苏蓉啊 琴木眯眸 捏着我的下额抬起来 语气满是危险 你猜 我会不会亲你 我 他亲我了 我两条腿发软 整个人都陷入他的温柔里